意味性皮肤炎案例 窗口跟脖子大約一星期之後 紅疹子就消了 都好了 3月22號的時候 雙手臂用生薑泥敷 然後再用保鮮膜封起來 再用毛巾裹著 軟軟包貼在外面紋膚 第一次敷完之後 拆掉感覺是舒服的 可是過了兩個多小時以後 手開始刺痛 非常不舒服 然後大概到了六七個小時的時候 手臂長滿了小水泡 他如果有體力 這個手在我的看法決定會好 為什麼 他自己有體力 因為這個皮膚病我看那麼多 最後都是靠自己修悟 剛開始先用蛋漿漿 也不用農漿漿 因為我怕你剛開始就只受不了 所以那個漿漿很厲害的 你們別看 對止癢效果非常的好 很推薦 4月12日來基金會求助 來的時候 師兄問我怎麼處理 我就跟他說用薑粉 師兄說薑粉可能 只會讓表面看起來乾燥 可是怕裡面還是有湯汁 也怕潰爛 所以建議用薑泥敷 可是薑泥一敷上去之後 因為皮膚太薄太刺痛了 所以沒有辦法敷薑泥 改用紅外線造色 造色之後效果很好 組織液就不再流了 然後皮膚就漸漸乾燥了 本來一天溫膚四五個小時 改成十六十七個小時 然後運動量也再增加半個小時 所以狀況就越來越好 4月22號的時候 傷口都已經結痂的部分 全部都掉了